杭州巨響引發疑慮 中共軍隊爆物資短缺 美國眾議院關注台灣和人權問題 對中共採取行動 中國經濟復甦是片狗 專家深入解讀 蘭州大學教師評價抗美援朝 被學生舉報 後方回應 廖河驚艷5米長不明生物 網民說是龍回來了?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志君 今天是香港時間 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 以下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浙江省杭州市居民5月23日 聽到來歷不明的巨大響聲 當日 杭州巨響一度登上微博熱手 不少人反應 那間屋都在跟著陣 有人猜測是中共在軍事演習 巨響大概發生在5月23日 下午1點多 杭州市不同區的居民都聽到響聲 網民交流說 超級響 連個槍都震了 我們小區群都說 好像地震一樣 不過 浙江省地震局很快就回應說 沒有觀察到地震 大陸媒體也引述消防部門說 沒有收到緊急情況的警報 所以有不少網民認為可能是軍事演習 就在1個月前 4月7日 浙江省寧波市就出現過巨響 最後寧波市北輪區政府辦公室說 巨響是因為飛機超高速飛行時產生音爆 但商業飛機在居民區 以超音速飛行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民間猜測 寧波的這次音爆是因為軍事演習 或者軍機是飛 這次杭州出現巨響 網民猜測也是類似原因 有人留言說 杭州山區出現未知閃光 疑似軍事演習 從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後 有關中共不放棄武統台灣的警告聲 就不絕於意 例如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 中國軍事與安全問題專家馬斯特羅 去年11月在博客節目 The World Class Podcast節目中表示 中共武統台灣規劃階段已基本結束 付出行動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美國空軍上將米尼漢認為 中共可能在2025年攻打台灣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籍主席麥考爾 支持這判斷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戴維森 在兩年前提出2027年這個時間窗口 他今年在二月份訪台時 說自己仍持同樣的看法 不過 4月中國網上掀起了反戰熱潮 一篇文章熱傳 題為開戰絕不上戰場 也不會讓孩子去 文章反映了中國老百姓的心聲 最近也有消息顯示 中共軍隊情況似乎不妙 自媒體人陳破空在最新的節目中說 微信公眾號《秀兵1號》 在中共軍中很有影響力 這個公眾號最近發文說 軍隊成立了一個制服新令系統 軍人要領取服裝等物資 就用這個系統 結果因為供應不足 軍人只能在系統上看看 無論如何都發不了貨 一名士兵想買兩對物 兩年了一直都沒有貨 文中貼出一段影片顯示 從這個系統來看 軍隊的基本物資90%是零庫存 文章還描述 如果去站崗 在浪衫架上浪了衫 可能都會被人拿走 回來問 根本沒有人告訴你 是誰拿走 文章半周鳳說 在戰場上 你能相信你的隊友 但在浪衫場就不行了 陳破空說 軍隊是共產黨政權的柱石 軍隊基本物資供應居然出現問題 可見中共陷入危機 5月24日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委員會批准報告 建議國會對台灣新疆人權問題領域採取行動 內容包括 強調中共對新疆地區維吾爾少數民族 進行持續的種族滅絕 宣佈對參與種族滅絕的中國科技公司實施制裁 並且加強對入口相關產品行為的管控 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代表加拉格爾說 讓我們發出一個跨黨派的信息 即是國會將會對抗種族滅絕 這是高於一起罪行的罪行 委員會在國會起草年度國防授權法之際發布這份報告 國防授權法是為國防部制定政策的全面法案 其中涵蓋關於台灣的政策建議 包括清理積壓的武器交付 更好地武裝台灣 防止中共威脅等等 委員會的最高民主黨代表 黑熙內提發聲明指出 台灣人民應該過上和平的生活 免受威脅和恐嚇 5月23日 美國國會國際宗教自由核心小組 在眾議院辦公室 召開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簡報會 邀請多名法輪功學員與會 講述在中國的親人遭到非法拘捕判刑 甚至被迫害致死的經歷 綜合名為網消息 委員會聯合主席比利·拉基斯 在簡報會上表示 所有人都不能因為信仰而被監禁或殺害 我們不應該迴避追究中共侵犯人權的責任 哈德遜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謝伊 呼籲美國國務院應從國家層面 阻止參與中共活摘法輪功器官的行為 他表示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防止所有移植醫療機構和醫院大學 參與中共暴行 國務院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下面是希望資深記者匪珍的採訪報導 就在中共解除動態清零政策之後 很多分析師預測中國經濟會強力反彈 他們對中國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期 甚至比中共的官方目標更加樂觀 但是知名投資專家 也是摩根士丹利的前高管 現任諾克菲勒國際集團董事長夏爾瑪表示 中國經濟復甦是騙人的 華爾街對中國經濟的樂觀看法是一場騙告 那麼中國經濟目前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本台記者採訪了台灣資深政治經濟評論家吳嘉龍 他的看法是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GDP的增長 能夠保持像華爾街的樂觀預期的話 那麼我們會見到製造型的企業收入在增長 然後就會帶動就業所得 還有消費品的公司的銷售收入在增長 同時我們會見到銀行的貸款也會配合增長 但是現在這些所謂的經濟增長的相關現象 全部都看不到 這就反映出原先西方國家的一些分析師 對中國經濟復甦的期待過度樂觀 和中國的現實情況不匹配 吳嘉龍分析說 目前中國的經濟遇到的是表面經濟增長出現問題 但是背後其實是整個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問題 因為它是用舉債來推動發展 這叫債模型經濟 這樣的經濟容易投資過度 後來出現資產泡沫穿了之後 就會使實體經濟陷入更嚴重的惡性循環 現在看到的中國經濟難以復甦 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它當初的經濟基礎就不對 不應該陷入債模型經濟的發展模式當中 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認為 中共的所謂經濟復甦 只是掩飾它經濟嚴重蕭條的一種遮醜暴 他說 從社會比較底層的這一面來看的話 現在青年人的失業問題還是繼續升高 失業問題本身是一個經濟溫度計 最近他們公布青年失業率超過20% 以我專業的角度來看 它一定有縮水的現象 估計一定超過25% 而且它青年人只是計算16至24歲 農村的青年也不計算 24歲以後的大學畢業生一年有1,000多萬 他都沒有計算進去 所以我估計青年失業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另外一個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國有40個城市 有超過200萬家的企業是倒閉的 不是說虧損或面臨裁員這種狀態 就是完全倒閉 5月23日 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吳德克 告訴彭博社 中國經濟面臨長時間平頸期 這會不會牽動中共的政局呢? 吳嘉隆表示 經濟的不穩定 會反映到政局的不穩定 會成為派系鬥爭、權力鬥爭的一個藉口 這幾乎是歷來古今中外各個國家都有的現象 而宋國成就表示 長期以來 中共就是餵飽了人民 然後獲得人民對它的支持 所以這是一種溫飽政權 如果中共不能繼續維持它這種溫飽政權 那麼社會的抗議、埋怨、暴動等 一定會發生 這就叫飢餓革命 宋國成認為 沒有一個政權可以長期靠欺騙 甚至於令人民處於飢餓的狀態下 而不受到衝擊 所以他預言 中國經濟問題 極有可能會產生一種社會的動盪 甚至是人民的革命 中國大陸告密封盛行 近日蘭州大學的一名教師在課堂上針對朝鮮戰爭的描述 遭到學生舉報 說老師抹黑抗美援朝戰爭 綜合網絡的消息 5月22日蘭州大學一名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 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及意義時展示了一德舊失的觀點 所謂一德就是戰場上沒有輸 狗失就包括數十萬軍人的傷亡 與美國決裂與西方決裂 投入蘇聯的懷抱 南北韓人民對中國的仇視 失去了對北韓的控制 中國面臨北韓核威脅 大饑荒和文革 相關的圖片被學生發到網上後 立即引起爭議 有關朝鮮戰爭的評價 被指是受課老師的觀點 並批評該教師抹黑抗美援朝 在輿論池續發酵的背景下 蘭州大學23日在微博發文回應說 網傳我校歷史學院某課堂講授的內容不當 學校對此高度重視 並說經調取課堂錄影和上課學生核實 受課教師引用了網上曾經出現的一得九失等觀點 並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 聲明最後說 蘭州大學始終重視教學管理 將會繼續強化對教師的培訓 切實提升教師教學水平 持續提升教育教學質量 蘭州大學的聲明發出之後 眾多中國網民開始批評 有人斷章取義 將告密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 蘭州大學退休教師周先生 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現在很多大學生都是精緻的離己主義者 並非求斯民道而來 蘭大的這種事在他上學時就發生 當時是直接舉報道是黨支部 安徽前檢察官異議人士沈良慶表示 共產主義集權國家都是一些警察國家 實行特務政治 中國在文革時期的告密之風最盛行 上下級之間 同事之間 老師和同學之間 甚至夫妻反目 父子承受 他認為 近年來 學生告老師的現象 之所以再次成行於高校 是由制度之惡決定的 在他看來 以前說這種情況反映了人性之惡 倒不如說是制度之惡鼓勵了人性之惡 5月21日 遼寧營口一名男子 在遼河旁邊 拍攝到一個身長幾米的不明生物 在河裡翻騰 有網民驚呼 龍回來了 根據網傳的影片畫面 一個身長大概5米 好像由龍的生物 在水上翻滾浮動 有小朋友見到之後驚呼說 這是什麼來的 拍攝者說目測不明生物有5米長 就快來到岸邊的時候就突然消失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相關的消息在中國的網絡傳開之後 引發網民熱議 有人甚至表示是龍回來了 還有人說請參考營口聚龍 營口聚龍事件是1934年7月28日 在遼寧營口 一條龍從天而降 最落到地面上 據當時的目擊者說 最龍的掌相和一般畫中的龍一模一樣 有四隻爪和鱗片 嘴上有兩條長鬚 大眼睛凸出來 身長大概10米左右 當時這條龍顯得相當虛弱 眼睛都睜不開 條尾捲著 兩隻龍爪伸在前面 很痛苦地掙扎 因為離開了水 龍的身體越來越乾 有些地方已經開始腐爛生蟲 為了避免龍的身體變乾 附近的村民一直不間斷地照顧它 幾天之後 這條龍突然間神秘消失 同年的8月8日 在遼河口10公里處的蘆葦蟲之中 民眾看到只剩下一副骨架 和少數腐肉的龍絲鞋 強烈的臭味很遠就能聞得到 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不僅被寄入地方誌 迎口視誌 而且大報社《聖經時報》 也專程派人採訪 做了詳細的報導 還配上圖片 龍在中國的傳統上 象徵著強大和吉祥的力量 特別是對水、降雨、颱風和洪水的控制 在中國文化之中 優秀和傑出的人都被比作龍 很多中國言語和成語也提到了龍 這次出現貌似龍的不明生物 不知道是預示了什麼 這次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見 好了 多謝 這個 有些照片 現在 我們下期待 個檢查 有些照片 我們下期見 violin